能尝一勺不 看你这黑芝麻糊挺好喝呀 尝呗 那给你来一勺 你把上面的挂下去 你咋抠瘦的呢 还给一瓶勺 主要是吧 我怕你这玩意喝多了 你肚子受不了 这些秘密麻麻 像芝麻糊讲的东西 其实是牛蛙蝌蚪 牛蛙要比青蛙大很多 而且牛蛙曾经是恐怖的入侵物证 在60年代 刚进入国内的时候 曾经一度泛滥重灾 因为牛蛙不仅繁殖力非常惊人 一日牛蛙一次游人产脸万没乱 而且大个头的牛蛙几乎什么都吃 小鱼小虾小蛇都能吃 甚至牛蛙蝌蚪都能吃小鱼 所以牛蛙对环境破坏非常大 不过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国人突然发现牛蛙肉质极其鲜美 开发出了什么干锅牛蛙香辣牛蛙 于是到了今天 要不是大规模人羹养殖 牛蛙可能早就被吃成了保护动物